走在宽敞的走廊上 墙上的拼贴图案和一旁 仿造达物组拼板中外观设计的座椅 都充满了南洋圆明的风格 国内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内 就是以史前文化的生活原貌为一个主题 主要呢 展馆的空间 从冰河时期的动物形态模型开始 随着脚步的迈进 身旁的场景 也随着空间进入不同时空的世界 造其鲜明的生活形态 到后来发展出的各种工艺 编织以及生活器具的各模型 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生活的时代 让那一段历史活跃在你的眼前